第一个,phone.htm好了,比如说你另外,或者叫pet,就是宠物的选项 那里面的话呢,我们会比较稍微复杂一点,这一题可能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用post的方式,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选项比较多 比如说你的姓名,然后你的email信箱 那email信箱将来要做成一个超连接的 所以将来怎么样做超连接 再来呢,喜欢的宠物这部分可以让人家选取猫、狗、鱼、鸟 甚至可以多选,按Ctrl键 可以选两个,可以选三个 可以全选,也就是这个地方有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可以让使用者去做多选的动作 那多选的话呢,按下送出之后 你必须要去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那个,一个PAT的一个Servlet去把它接收到 接收到之后呢,把它结果秀出来,按送出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会显示出来是联络人 那因为我有打了一个email信箱 所以这个联络人上面会有什么 有一个我的名字加上超连接 那这个超连接连接到哪里呢? 连接到我的email信箱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寄信给这个联络人的话 点击它之后,会呼叫这个使用者端的那个email的 email的应用程式 它会自动把email信箱带过去 然后呢,喜欢的宠类,因为我刚刚讲,选了好几个 所以呢,我必须要怎么样 要把用那个user选的项目把它显示出来 那显示部分,特别注意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需要建一个项目 那项目符号,项目的部分在HTML 它必须一个清单UL加LI UL是清单,对不对? 里面的项目必须LI开头 所以你必须要,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对HTML等于法不熟的话 你这个可能会有问题 不过也没有关系,里面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第一个表单的部分 那表单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上表单呢 我们的Trust Set 这边也记得用UTF-BAR 反正送出去的UTF-BAR 接收也是UTF-BAR就没事了 你不要送出的是BigFi 接收的是UTF-BAR那就完蛋了 会有乱码的问题 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传递过去的ACTION是 这个PET 那特别注意将来你的VIEW VIEW的名称就叫PET 或者你叫PET.VIEW也可以 这个名称我想 只要能够你对应到就OK了 那我这边用PET 因为我那边给的那个UI 那边用PET 或者叫PETVIEW也可以 这个部分都会自己再去争夺 然后呢,POSE就是MESER部分用POSE 这个我想前面我们 无论是SERVLACE 或者是JSP都一样 所以这部分应该比较没问题 那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 应该就是说 在哪边呢 姓名邮件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姓名跟邮件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input type 是DOTEST 然后呢,传递过去的参数名称 记得 这个叫USER 一个叫USER 一个叫E-mail 那VALUE的话 给空置串 或者是说 如果你要一打开的时候 就有预设值的话 那你可以在VALUE先填一些东西 然后后面加一个BR BR的话就换行 OK 换行 然后呢 你喜欢的宠物 后面加一个BR 就是换行 对不对 换行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在底下建一个清单 就是可以多选的 那多选的那个部分的话 就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SELECT NAME 就是SELECT 它就叫SELECT 就是 让你可以做多选 那NAME的话 SELECT NAME 名称叫做 TYP Type 那Size的话呢 6 就是说 我将来显示出来 会有6个 就是有6个 那其中我如果放4个 2个是空白的 然后就是它的高度 Size的高度部分 那Multiple Multiple Multiple就是 可不可以多选 那如果是True的话 就可以多选 如果False的话 就不能多选 这里因为我们要多选 那结束的话 记得要结束 是一个SELECT 那是一个BR 最后呢一个Button 这个部分的话 就完成我们的表单 表单部分大概 程式码就这样 那比较重 比较可能会有问题的 应该是那个SELECT 就是选取的名称 叫做SELECT NAME 叫Type 然后Modicle 然后最后 会有一个Summit 送出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填写的网页做出来 那丢过去之后的话呢 这边 这边是 输入端 就Client端这边 那 Server端那边的话 就要建立一个叫Pet 的一个 ServerLayer 那ServerLayer 一样 就是跟刚刚的 刚刚的部分是类似的 一样要怎么样 最后要接收到几个参数呢 这边有一个 姓名 邮件 还有什么呢 喜好的宠物 那喜好宠物 可能会好多个 所以要跑一个回圈 看看说 使用者选了多少个 所以会有三个 那最后呢 把它绣出来 绣出来 那在这个地方Pet 来看一下 这个前端的View 那 我们这边是 是产生打勾的部分 是Do Pause 所以你打勾的时候 记得打勾正确 那这边注意 Do Pause 是 直接 传送 而不是借由URL 传送 所以这地方的话 记得要在这边也是一样 要 Set 这个 这个 Chart Encoding 这部分呢 也是把它编码为UTF8 然后呢 Response Set Content Type 也是UTF8 这部分要加 否则的话会有乱码 那一样建立一个 奥者物件 那这个奥者物件呢 把它输出 当然我们前面那一题是直接怎么样 把有一些东西写在那个什么Head 这个Header 所以你当然这边也可以写啦 比如说Header 这边如果太多这些 有没有 一直到哪里呢 到Body 应该在Body上面这边 你当然也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边 另外再独立一个Stream 置串 放Header就好了 我这边是直接把它写到 反正都OK 看哪一个方式 各位在处理上面比较简单 就用哪一个方法 那在Body底下的话 做哪些事情 就是我们输出之后要显示什么 显示最后的那个 就是一个什么 联络人冒号 然后呢 Mail to 有没有一个连结 点击之后的话 会连结寄Email给他 因为我们传递过来 都 我们在输出的时候 有输入Email 所以呢 将来在这个 联络人上面呢 我们就要加一个超连结 也是寄Email给那个人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在接收到的时候呢 联络人冒号 这后面这个超连结 那超连结 记得用单引号 里面的话用单引号 因为双引号 我们程式里面用不掉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里面 Mail to 部分的话 请各位用那个 呃 单引号 Mail to Mail to 这边是不是 是不是少一个Mail to 或者你干脆不要加 这个单引号算了 Mail to 我们Mail to Mail to 帽号 Mail to 给谁呢 后面就是 我不是填了一个Email信箱 那Email信箱是哪里呢 特别注意就是Request 利用Request的物件 因为我们在 嗯 缝里面有一个参数 这个缝里面有个参数 这个缝里面有个参数 这个参数名称叫什么呢 这个参数名称呢 叫做 Email 所以我们透过那个GET方式 就是Request 看一段 接收到的那个GET Parameter Parameter 里面有个Email的参数 然后 这边 单引号 在这里 单引号一个头 然后呢 结束的单引号在这里 OK 那单引号后面再加一个 呃 在这边也可以 也可以看到结果 这个 我再把这个RUNCH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结果 这个 也可以把这个最后的结果 再放到网页 去看一下它的元素 比如说我这边 TRY 然后 打一个Email信箱 这边 填了一几个 中出 那这个网页 基本上 你把这个网页拿到 Google里面这边 我印象中 应该也是连 不能连 OK 那算了 那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 呃 就是有几个 几个 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就组出 一个超连结 也没有处 那再来的话 里面的话 我们输出什么 这个BR 换行 换一行 然后呢 喜爱的宠物类型 然后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要做出来类似像 喜爱的宠物类型 底下要什么 项目符号 那项目符号 在URL里面 在HTM里面 一定是有什么 UL 好 那结束也会有UL 那里面的话 一定要包什么 包一个LI Li 就是项目符号 就是我将来呢 如果你们有写过HTM 应该都这样 UL开头 一定是在 这个项目符号 这边一定要UL UL 然后结束也是什么 斜线UL 那每一个项目就是什么 LI 一个LI 然后一个猫 狗 都是独立的一个LI 这个是它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 输出的话呢 基本上我不知道说 到底使用者填了几个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 request.get parameter value 特别注意哦 后面加个values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type 读回来的是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for each for each in 这个阵列 里面 然后可以怎么样 因为它是一个stream的阵列 那我可以暂时先把它放在type里面 就是看有几个 比如说第一个读进哪一个 先放在type里面 然后呢 再把它怎么样 输出一个什么LI 然后一个 再斜线LI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项目 然后再换下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也就是这个项目呢 它会自动帮我怎么样 一个一个读出来 那我之前有讲过就是说 for each的方式的话 它会把这个阵列里面 所有的词 从0 一直到最后一个 通通读到type type type有点像是一个暂存的temp 反正一个阵列一一放进来 阵列第二个 阵列第三个 然后帮我输出 那输出的时候呢 因为我必须项目符号 所以前面一个LI 结束LI 那跑完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是项目符号 所以项目符号前面一定是UL LI开头LI结束 就会有一个项目 LI开头 或者我印象中 可以简化成 开头一个LI 结束不用 因为它就是一个项目 OK 那这样的话呢 输出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前端的表单 输入完毕之后 按一个送出 那后端的 程式部分呢 可以接收到 并且做一个超连结 然后呢 喜爱的种类类型 把它秀出来 OK 那这里的话 各位试一下 那画面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 基本上 就大概是这样的 那POSE的部分 一定也要在这边SET 它的那个编码方式一定是要UTF8 好 Request 那Respond出去的话呢 开头一定要是这个 所以特别是这两行一定是必要的 如果你没有做这两行的话 基本上 应该是会乱码 会有乱码出现 的一会儿 就能够 看我 有点 有点 有点